建国科技大学每个学生都有个六百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交流生 为両方的核实交流带来驾向的发展 今天一位四年前来自大陆参专的交流生 台北档来到建国协计分享 和大家做会分享它的幸福 它就是四年前为大陆参专来到建国科技大学的交流生旅程 在比较四年后 它是在搜到档来母校协计分享评 建国科技每个学生都有个六百位来自大陆各大陆的交流生 为开放交流到现在已经有重见一万人 这位立东欧就是当时加入建国亲生博物团的学生 因为对好好的怀念 它是选到档来建国来协计分享 两岸学生交流来建国读书的 它回去之后呢 经过三四年以后找到合适的夫婿要结婚了 特别想回到台湾来拍摄他们的一些 这个也是度蜜月啦 因为想到说建国这边有美容系 我们就想说帮他做个简单的造型 我想学生有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非常的珍惜 这个两岸的交流呢 希望从我们教育 从年轻人来打造 相信未来的两岸呢 应该会更和平的发展 可以看到以前的童儿要回来协计 好好是都很开心 美容系的老师也帮他做彩妆 准备婚纱为他协计 这也是建国可待思想 第一岸在后来 以隔岛的心情来办习书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 中华 蔡宏博德 中华新闻北边林 中华新闻北边林